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冠1%比赛即将开打 恒大国安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对手 欢迎进入本期足球之夜 朋友们晚上好 每个周四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下 关注一下中国足球 上周六的下午我是在电视机前 目睹了申花在13分钟之内落后三球的情况下呢 将比分搬成了平局 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五场这样的逆转了 所以我有感而发发了一条微博 请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结果有一位球迷可以说是神回复 他说中超赛场上有几大惹不起 一个是工体的国安 一个是落后的申花 一个是换上寒鹏的鲁能 还有一个是控球不足35%的江苏顺天 当然很多很多的说法有八大 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总结 其实呢 说起来这里边可能有运气的成分 可能有球队更换外援 或者是球队其他建设方面的这种成分 别忘了 在昨天刚刚宣布要退休的福格森 他所率领的曼联队 虽然在这个赛季已经提前英超夺冠了 但是他的球队也是整个英超当中逆转场次最多的队伍 所以说一个强队 看来和逆转还是有很大的联系的 巴蒂斯塔脸上的表情是难以置信 而图巴科维奇脸上的表情同样是难以置信 面对上海申花队本赛季第五次逆转 相信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 随着德罗巴和阿内尔卡的离开 带着负六分的成绩开始本赛季的征程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想到上海申花队到目前为止还能保持不败 在逆转的背后 球队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竟我们必须要承认德罗巴和阿内尔卡 他们是直接从欧洲最一线最顶级的俱乐部来到我们这来 这是一个落差的 他的意识我们是跟不上的 很多时候他可能要求的东西短时间之内根本这些球员就做不到 和教练员等等都磨合到不到一起 所以很多比赛的时候他们是比较的急躁 也容易到了最后干脆说你们都别来了就我们几个来吧 这容易造成这样中方球员和他们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 而这个赛季呢 像哈迪波 达迪 包括这个托兰佐斯加维这些球员 他们只是跟中方球员是比较接近的 中方球员在这个赛季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 包括他们在签心没有比赛的那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水平接近容易沟通 而且外援呢也愿意和中方拳做配合的时候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在缺少了大牌外援的情况下 这支上海山花队显得空前的团结 正是团结让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展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很多队员都跟我们说 今年我们球队是他们觉得这几年和最团结的一个 就是说包括平时在比赛前或者比赛中间 就是说场上面很少有队员互相埋怨 比如说那个中方球员和外籍队员之间 这种埋怨从来没有过 赛季初引进徐亮和王长庆这样年龄偏大的球员 让上海山花队受到了不小的争议 但是这些球员却成为了球队比赛的关键 我觉得是经验在帮助神花队今年取得这样一个稳定的成绩 因为很多比赛我们看你包括它的逆转也好 场面落后也好 它就不乱心态很平 同时互相队员之间的沟通起来是比较顺畅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成熟的有经验的运动员之间 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他们在舰队的时候就有个思路 就是今年他们要更多的用这种老队员 所以你看今年他们引进的内员 包括咱们说徐亮 包括王长庆 都是年龄30岁以后的老将 同时他们引进的外员 咱们知道这个就是斯基亚维都40岁了 包括你看哈迪布的什么的 他们当时看了哈迪布资料 就是说这个队员在叙利亚国家队是穿10号球衣的 他们想在一个国家队能这么长时间穿10号球衣 那肯定是相当于咱们中国好有东西的人物 所以他们今年买的队员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 咱们说的就是说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 主角练巴蒂斯塔的战术部署是球队逆转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对阵武汉的比赛当中 他几次的换人都彰显了功力 在准确地判断了武汉队两名中后卫防空能力下降的细节之后 巴蒂斯塔要求队员不断地传中用高空球威胁对手 而在王昌清上场之后不久 上海山花就颁平逼分 因为主教练这一块他能够给队员带来就是一些很大的影响 这个不管是他发火或者是在这个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 讲一些关于比赛他看到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 拍我上场的时候主教练告诉我现在还有时间 他跟我解释了一些关于武汉猪尔队的技战术特点 他叮嘱我如果你想颁平比分想进球 必须千方百计地突入对方的禁区 尽可能地靠近对方大门 在今年的外援引进相比去年明显下降了一个档次之后 上海山花队的外援在这个赛季却爆发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上海山花所攻进的11个禁球当中10个都有外援打进 而选择合适的外援是上海山花队今年能够保持不败的重要原因 哈利布 这个外援现在是到现在为止四个禁球 而且他有很多助攻 包括咱们说有个阿根廷的托兰佐一个外援 他也是到现在为止也是有过两次助攻 我记得还有就是有过一个得比战的关键禁球 就是对升星 包括咱们说达迪 他是最后时刻到的 而且当时生花队本来的那个就是第四外援的人选 就是说不是他 是我知道是韩国水源三星一个前锋 但那个前锋后来没法来了 他们在很匆忙的情况下签了这个大跌 而且这个外援当时大家都觉得就有点像水货的感觉 就是也不是非常名气大 而且有段时间没有什么好的比赛 但你看到现在没时他也是进了四个球 就我觉得今年升卧队主要是引进去外援 在球队里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连续四场比赛逆转的确是低概率事件 作为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运气也是永远都不能回避的话题 觉得咱们这些轮能够逆转斑平 首先我要说的是运气 咱们运气确实好 今年我们运气 换句话讲 有的场次应该用命硬比较去形容 更恰当 命也比较硬 坦率地说呢 虽然说山东鲁蒙也是今年很强的队 但是升华坑去年的中超的前三名球队呢 还没碰过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恒大它没碰过 还有国安也没碰过 还有就是顺天也没碰过 包括那个咱们说那个 就足鞋杯的就是那个贵州 就是打压关的贵州它也没碰过 所以这也是客观的一个原因 就是今年升华队到目前为止 没有遇到过非常强的队 下一场比赛 上海升华队将做成主场面对上赛级的冠军 广州红大队 而接下来他们也要陆续面对去年前六名的球队 对于上海升华队来说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逆转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虽然竞技场比赛 我们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扳平甚至反超了比分 但我们深知这样的现象是不能再发生了 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 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积极和认真的态度 我觉得我是蛮同意巴迪斯塔这个想法 作为一个主教练 这个时候是不能非常高兴 或自得于我们这球队一直是逆短的 其实任何个教练都变成这样 他想的更多的是 我们能不能先不丢球 不去有这种情况出现 赌钱不是有句话 先赢是子 后赢了才是钱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走得挺好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行 这个有什么目标 有什么前六啊 或者什么仰冠啊 千万不要这样想 现在我们的积分也就是第十 还在降级区里 两场球的事 很简单 现在还有二十二轮 一个零投就可以让他掉到后两名 第一轮面对天津泰达队之后 无论是徐亮 还是主教练巴迪斯塔都表示 上海深花队今年的目标 就是保击 而低调的目标 也许能够帮助这支球队 在漫长的赛季当中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没有哪支强队啊 愿意总是打这种逆风球 但是不会打逆风球的球队 就绝对成不了强队 马上深花的考验就来了 明天他们的对手 虽然是主场作战 但是他们的对手 是目前联赛的领头羊 广州恒大队 我们的中超观察团 对这场比赛的预测是什么呢 一胜四平十六腹 认为上海深花队获胜的 只有上海电视台的评论员唐萌 唐萌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深花队 最近是连续创造奇迹 队员的士气非常好 另外考虑到 恒大下周有亚冠的比赛 可能会保留实力 所以深花有可能 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当然 范之义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他认为深花很难抵御 恒大强大的攻击力 而且也很难 说让恒大在13分钟之内 连丢三球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一看 在比赛当中 能够把足球踢出 美感的一位球员 他就是卡努特 根据我踢球的经验 当你在球场上 能够把足球踢出 一种艺术性的时候 不仅是你的享受 更是所有现场观众的 一种享受 在北京国安 很少有外援 能像卡努特这样 受到来自各界的高度认可 他是国安 引元历史上名气最高的球员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腕 2012年6月29号 35岁的卡努特 以自由身 与北京国安签订了一份 为期一年半的合同 从此开始了 他的中超之旅 因为年龄的原因 我在欧洲的足球生涯 已经结束了 但我仍然希望 能够在一个 有一定竞技水平的 联赛中踢球 而且国安当时非常有诚意 他们很坦诚地表示 希望我能够加盟 而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种全新的经历 我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个 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环境 那么来中国 特别是北京 无一是最合适 所以我就来了 卡努特从法甲的里昂队出道 此后又效力于 英超的西汉姆联队 和托德纳姆热刺 2005年 他以650万欧元转会费 签约西家塞维利亚队 出场270次 打入133例进球 创造了塞维利亚队 外援的最多进球记录 我加盟塞维利亚的 第一个赛季 我们就获得了 欧洲联盟杯的冠军 而且第二年 我们又成功未免 在我在塞维利亚 踢球的这些年间 我们还获得过 很多其他比赛的冠军 其实 此前塞维利亚 并不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强队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令我觉得非常骄傲 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 我认为 那一段时光 是最难忘的 这位出生在法国的前锋 曾入选法国21岁以下国家队 2004年 他凭借父母是马里人 而加入马里国籍 并在当年的非洲杯上 以四场比赛 四例进球的优异表现 帮助马里国家队 闯入四强 2007年 卡努特击败 德罗巴和埃辛两位名将 当选年度非洲足球先生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 在欧洲出生的球员 获此殊荣 说实话 我当时有些意外 我知道自己在非洲足球先生的 评选中排名前三 但我并没有想到 我会最终获奖 我当时非常非常高兴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因为能够代表足球运动员 特别是非洲的足球运动员 这让我非常自豪 球场上的卡努特 动作灵活 技术娴熟 无论是传球还是跑位的意识 都明显技高一筹 而他纳如信手拈来般的灵光一线 更是让无数球迷大开眼界 这实在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我们可以解释战术 可以解释你付出的努力 可以解释很多因素 但就是没办法去解释 对足球的感觉 你甚至没办法特意地去练习它 因为很多时候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当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接触足球了 我从小就和朋友们一起踢球 这么些年来 我一直都和足球在一起 很多东西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 随着与其他队员之间的配合 越来越默契 卡努特在国安已经渐入佳境 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 他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球队 我一直都坚持这样做 即便我不上场 我也会在场边或者在更衣室里鼓励大家 或者给年轻的队友出谋划策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 每个人都很重要 无论你上不上场 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只有这样一支球队 才能够变得更强的 我永远都不会停止对于冠军的追求 我绝不会满足于进入淘汰赛 我希望国安能够走得越远越好 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俱乐部 还是对于中国足球 都将具有重要的赢 上周进行的联赛 又是出现了井喷的这种情况 进了25个球 那么本土球员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进了12个球 那么到底是高林的那连续两扣的进球更漂亮 还是说正争的那脚凌空的怒射 更精彩呢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答案 然而门将石啸天面对陆伯飞 撒利西等一对一射门时的精彩突救 成为复利队整场难得的亮点 多次准确出击体现了他积极的进取心 最佳后卫 贵州人和张成林 北京国安徐云龙 江苏顺天 埃雷尔森 广州恒大 张林鹏 本轮面对攻击能力突出的大连二宾 贵州人和的后卫 张成林发挥速度和判断的优势 多次瓦解对方的进攻 在僵持阶段 张成林积极潜压 精准的长船助攻队友得分 并为贵州人和最终锁定胜局 最佳前卫 上海申花 宋伯萱 江苏顺天 陆伯飞 北京国安 卡努特 山东鲁能 吕征 本轮2比0战胜广州复利 江苏顺天队员说找回了去年进攻的感觉 前场比赛陆伯飞对江苏顺天的进攻 梳理作用明显 两次通过脚球助攻队友得分 展示了他的传球能力 以及对顺天全队战术要求的执行能力 最佳前锋 辽宁红运挨度 武汉卓尔 朱挺 被主教练提至前锋位置后 朱挺迅速进入状态 6分钟内打进两球 帮助卓尔取得难得的领先 特别是第二个进球 朱挺在与队友中场配合之后 快速前压 边冲刺边观察 在6名防守队员中 机敏地找到位置 一击成功 体现了良好的位置感和得分能力 今天所有人都在赞叹辽宁红运 埃度的得分能力 其实埃度的高效取决于他对比赛的积极态度 在场均被侵犯3.4次的情况下 埃度每场还能保持4.2次射门 甚至还有三次的中前场抢断 本轮客场面对上海上岗 埃度的第一个进球 首先就得益于他在中场 一对一投球争夺中获得的成功 之后他合理的停球动作 和准确有力的射门 帮助他再次破门 在体育频道官方微博 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调查中 埃度高票当选中超第八轮最佳球员 本轮上海身心与山东鲁能比赛 进行到第68分钟 山东鲁能在前场进行多角流畅配合之后 将提球传入身心队球门区 突前前锋杨旭投球百度 提球落点到位 边后卫正征获得了从容的调整和射门时间 他迎球入射 提球直窜进角入网 在体育频道官方微博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调查中 这个进球高票当选中超第八轮最佳进球 第八轮最佳进攻击 2002年甲A第一轮上海得比 王云获得了首次在顶级联赛的登场机会 之后王云逐渐成为当时上海中远队的主力队员 联赛第15轮 王云收获了自己顶级联赛的首个进球 对自己在11年前就能有机会征战顶级联赛 王云至今依然很有感触 年轻队员就需要比赛 不断地去锻炼然后提高 本轮中超迎战山东鲁能 是王云的第208场顶级联赛比赛 本场比赛 王云凭借一记非常精彩的任意球射门 为身心打尽一球 这是王云第38个顶级联赛进球 辽宁的i2被我们的电视观众评为了本轮的最佳球员 与此同时广州恒大的中锋埃尔克森 这个火力未减仍然是连续地在进球 人们都在不断地推测 他到底能够打破多少项记录 比如李金玉保持的联赛26球的进入 他是不是能够打破 比如说连续的联赛进球的记录 这是乌塔卡保持的 他是否也能够打破 那么埃杜和埃尔克森到底谁更优秀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番比较 来看一看我们推出的南北埃神 在金庸的天龙八部当中 北乔峰南慕容让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射雕英雄传中南帝和北盖也是各聚一方的高手 今年的中烧联赛 两个巴西人就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他们被球迷们称为南北埃神 消理于辽宁红运队的北埃神 埃渡前八场攻入八球 场军一球犹如神助 而广州恒大队的南埃神埃尔克森 更是如同天神下班 气场比赛攻入13球 场军将近两球的高效率势不可挡 梅凯尔杜和帽子戏法 已经成为埃尔克森的家常便饭 两位南北埃神的华山论剑 正面PK 究竟谁能技高一筹呢 从两个人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埃尔克森 摄政率和传球成功率稍占上风 对比下两个人的首秀表现 第一轮广州恒大队坐镇主场迎战上海深心队 初次参加中超联赛的南埃神 展现出了他超强的适应能力 在比赛当中 他两次攻破了对手的桥门 而且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干脆漂亮 这场比赛 他的两个进球也帮助广州恒大队 以5比1狂胜对手 而北埃神在第一轮的首秀表演 也同样经验 他两次在禁区内的冷静射门帮助 辽宁红运队在客场4比2 战胜了广州复利队 为球队赢得开门红的同时 也让还在为失去杨旭和于汉超 而惋惜的辽宁球迷 吃了一颗定心门 两位埃神均球技出众能力全面 埃尔克森的左脚电射掐到好处 而埃杜的左脚强点扫射 角度刁针 两个人的右脚技术也可谓架星救赎 埃尔克森的凌空抽射 埃杜的单刀突破号的推射射门 都十分的精彩 此外 南北埃神都有着各自的独门绝技 埃尔克森不仅脚下攻不了得 投球能力同样足重 无论是面对埃雷尔森 还是面对张耀坤的贴身防守 埃尔克森都能用投球来攻破 对方门将的势指观 而北埃神埃杜也向我们展示了 他拥有一颗大心脏 辽宁红运队本赛季两次获得点球 埃杜当仁不让 但无需发 主罚命中 经历过欧冠席里的巴西人 心理素质毋庸置疑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他还将会用他丰富的经验 带领全队去赢得胜利 第七轮的广州得比 进行到全场第76分钟 埃尔克森左路突破 摆脱防守队员之后 起脚大力射门 整个的进球过程 一气呵成 让球迷也叛为观止 北埃神同样是暴力美学的爱好者 第二轮对天津康是负队 埃杜在进区前胸不停球之后 直接起脚射门 对方的门将无可奈何 而上周的联赛客场 挑战上海上岗队 埃杜在停球之后 又打进了一力 如此精彩的大力射门 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两位埃神的破门能力 虽然各有前丘 但是同样出色 南北埃神不仅能够 自己攻城拔寨 助攻队友的能力 同样出色 第五轮面对杭州大金玉城队 埃杜助攻特里夫诺 为其投球破门 而在上周末的联赛当中 埃尔克森也上演了助攻的好戏 在后场端球之后 他一路突破到对方的进区前 分球给高林 高林得球之后 两扣对方的后卫和门将之后 破门得分 这历精彩的进球背后 埃尔克森的助攻 功不可没 对比两位埃神的破门得分点 埃尔克森的得分位置 要比埃杜更加靠近小禁区 由于广州恒大队中前场的人员配置 要比辽宁红运队更加华丽 因此 埃尔克森会依靠孔卡 穆里奇等人的高效助攻 轻松破门 而埃杜则更加依靠个人能力 联赛进球很多 精彩的进球很多 大量的球迷开始涌入赛场 就在上个周末 有一位特殊的球迷 他来到了青岛中能的主场 这位球迷是一位残疾人 他是因为车祸变成了一位残疾 但是他一直新级足球 非常喜欢青岛中能队 这一次他实现了到现场看球的愿望 有很多人不懈到现场去看中国足球 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 能够到现场看球 会成为一种梦想 有的时候梦想很简单 三十四岁的刘宇斌 在五年前拥有着健康的体货 不错的工作 幸福的家庭 然而一场车祸导致他高位截摊 五年的治疗让这个家庭一无所有 现在住的房子是居委会帮助提供的连租房 而家里的电器和家具 都是邻居们淘汰下来送给他们的 这个家庭现在所拥有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刘宇斌唯一保留的是以前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 他正是通过这个媒介连接着自己最为热爱的足球 也通过坚强和执着打开了实现梦想的通道 我一看在网上看到 马歇克的 马内克的 中国都需要更多的球迷 真心的去支持 我们可以记不住人 记不住人是如先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不住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这种力量来支撑着我 来前进来好好的活着 说他的一个梦想就是想到现场看球 我们知道这个事 当时第一时间也是去他家 跟他一接触一交流 发现就是说他在他身上里面体现的一种 不是需要别人去帮助的 而是需要一种 他本身自己就是积极向上乐观坚强 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对足球的理解 对足球的热爱 对我们这个球队的热爱 是应该是超过一般人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动 因为自己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所以说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 总是觉得就好像有那种失眠的感觉 五年了 刘玉斌和母亲都没有出过门 他说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他希望自己能为中国足球做点事情 能够体现他存在的价值 我们也非常感谢 有这样的球迷陪伴我们 我觉得球队不会独行 他们都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让我很感动 后来我在哪个地方 我都会是一个球迷 都将支持中国足球和青岛足球 我们或许不用变得坚强 但可以尝试坚强 可以审视一下自己 长久以来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 因为车祸变成了高位结坛 刘玉斌确实很不幸 但幸运的是他喜欢足球 足球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支撑 而且在青岛中文俱乐部的帮助之下 他也实现了到现场看球的愿望 中国有多少喜欢足球的残疾人 我们无法进行统计 我们只知道中国大概有9000多万的残疾人 我们能不能在每个中超的赛场上 在每一个中国足球的赛场上 给他们留出一席之地呢 在2005年的时候 我采访联合会杯 在德国的纽伦堡 我就看到了 德国的球场就专门为残疾人 开辟出了一个轮椅的看台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呢 是我们的记者在伊迪哈德的主场拍摄到的 看到没有 当地的残疾人的这些朋友呢 就有机会在球场外面 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区域 为他们摆出轮椅或者是座椅 他们可以近距离 比现场的球迷更近距离的去观看比赛 同时呢 还可以得到球员的签名和一起合影 我们的中超 也应该为我们的残疾人的球迷朋友 多想一想 好了 稍事休息 接下来我们关注即将开始的亚冠比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 稍后请继续收看亚冠的对手首尔FC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广州恒大队明天呢将去上海挑战上海神话队 之后呢 他们将马不停蹄的飞赴澳大利亚 因为他们在亚冠1%比赛里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中央海岸水手队 这个对手呢 实力算不上很强 我们希望恒大队能够用一种平稳的心态度过这一关 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后 广州恒大接下来要面对的对手 是今年澳超联赛的冠军中央海岸水手队 而这支球队也在小组赛中两度与贵州人和交手 对于中央海岸水手的战术打法和备战情况 现任中超贵州人和队主教练龚磊 也给出了他的分析 我们在小组赛主客场对中央海岸水手的比赛当中呢 课场 课场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给对手压力 对吧 看对方的这个方向弄的弱点去打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所失分 那就是也是通过对方在右边路的个人作用能力 然后呢传到我们的后点 也就是我们右路的后点 这个队员呢 当时这个反应包括位置选择不是很好 所以说在防守当中呢 要这个加强 中央海岸的主场呢 它场地呢 现在比较失华 它的草呢 是那种 属于这个冬季草 比赛前呢 它会浇水 水浇到很透 球呢 球速会走得相当快 可能让咱们中超一个球队去了 有些感觉不适应 蒙玛丽转右路 直接射门了 哎呀 这条打得很突然 攻出来以后 是吧 那个攻防转换 快一些 这个防守队员呢 就是像后腰队员 还有两个边位 能不能及身内收 这样呢 就有效的限制 中央海岸水手呢 从两边的这种快速突破 还有这个 它在攻出来的时候呢 两个边后位呢 也会上 所以呢 两个边前位 对两个后腰 和这个 两个边后位 身前身后的这种 支持 能够形成这个防守队员上优势 我想呢 这是在防守当中 应该注意的 成功捧得奥超冠军之后 中央海岸水手也完成了 在地支出 俱乐部制定的目标 在和贵州人和亚冠比赛之前 中央海岸水手的一些 队员和教练员的工作合同 就即将到期 队员在联赛之后的身体状态 也显得并不理想 显然对于今年的亚冠联赛 他们的准备并不充足 在不能够轻视对手的情况下 要充分转过中央海岸水手的心理状态 他们是无心恋战 而且各方面比较疲惫的情况下 所以要攻击软肋 在场上要急急跑动 平常要凶狠一些 不断的给对手压力 尤其是在比分 他们一落后 或者说体能不能够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 他们的很多弱点就会暴露出来 像恒大队 莫里奇从边路 如果能够从中卫和边后卫的内部 往里出 在亚冠小组赛之后 广州恒大俱乐部也对亚冠的赛程 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对于再次迎来的亚冠十六进八的比赛 广州恒大的队员们 也表示出了强烈的自信心 我贵州看过他两场比赛 然后这个队我看整体还是不错的 先克后组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相对有利一点吧 全力争胜吧 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 然后把细节做好 我相信结果不会差的 为了中国俱乐部的这个荣誉也好 或者说为了我们这个广州恒大的荣誉也好 希望能够在牙关上走到更远 希望广州恒大在亚冠赛场上能继续为国争光 北京国安队亚冠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 比广州恒大队还要早一天 是下周二的下午来进行北京国安队是主场夺战 北京国安在小组赛里 是小组赛里边失球最少的球队 而他们即将面对的这个对手 韩国的首尔FC队则是在小组赛里 他们小组里面进球最多的球队 这个对手不好惹 在淘汰赛第一回合较量里 北京国安的对手是韩国的首尔FC队 压棍改制以来 六次与中超球队交手的首尔FC队 取得了四胜一平一负的不俗战绩 因此对于国安队来说 首尔FC队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球队的第一得分手 自然是来自黑山的果角德阳 他的技术全面 投球和脚下都很细腻 擅长原地摆脱和速度突破 在队友边路配合船中的时候 能够在门前寻找射门良机 有很强的强点意识 在比赛中 国安后防线要尽量让德阳远离近区 不能让他轻易起脚射门 活跃在中场的莫里娜 是首尔FC队前场的进攻组织者 他的视野开阔 传球准确率高 还经常潜移扰乱对方的后防线 与中锋德阳寻求配合 完成射门 国安中场球员在中路 不能让莫里娜舒服地拿球分球 这样首尔FC队的中路进攻会大打折扣 国安队还要重点注意左边位引人路 20岁的引人路成名甚早 他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在边路突破过人川中 为球队制造射门机会 或者自己边路前叉至对方禁区 创造射门良机 同时右后卫除了边位埃斯库德罗 右后卫高耀涵也经常向前参与进攻 国安在防守的同时 也要争取断球后进行本方左路的快速反击 如果无法破国安的密集防守 首尔FC将在外围寻求远射破门的机会 所以远射也是国安需要提防的 高明镇洞穿江苏顺天的这角世界波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韩国K联赛进行到目前 首尔FC队排名联赛第十 联赛进球数虽然达到17个 连以不败战绩排名第一的普向铁人队 在进球数都逊于他们 但是10球数也有16个 这可能也跟主教练崔龙珠 崇尚攻势足球有关 连后卫频频插上助攻 导致后防边路空虚 形成失分 在K联赛已经结束的多数场次中 首尔FC队都是先进对方一球 然后却未能拿到胜利 国安队可以利用首尔FC 强攻弱手的这个特点 4月23号 北京国安在自己的主场 2比0战胜了韩国普向铁人队 16年逢寒不胜被打破 虽然小组出现 但是5月份的魔鬼赛程 也是接踵而至 伴随着艰苦的双线作战 还可能会有球员的伤病 对于板凳实力并不雄厚的国安队来说 也是最大的考验 同时也是斯塔诺 必须面临解决的 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进入8强 甚至4强 这是我们期待的 因为走到这里不容易 但是要一步一步来 首尔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然后我们能够战胜回向 我们就可以战胜首尔 首先呢 我说的还是我们要做好自己 然后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准备充分一些 我觉得就有心情击败他们 下一场淘汰赛 肯定是希望晋级嘛 因为毕竟竞技体育 肯定大家都为了获胜 谁也不会说想着 先没打比赛先去 就想着教育对手吧 所以我们来说就是 做好自己的 怎么说的本职工作 然后 能够 再让 大家高兴 就让大家高兴一次 首回合在公体的比赛 国安队首要的课题 就是不让对方拿到客场监球 首尔FC队主教练崔龙珠 崇尚攻势足球 不管主客场都大打进攻牌 俨然是以我为主的姿态 制定何种策略 如何执行主教练战术 对于斯塔诺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说实话 两支队友相比 北京关队遭遇的挑战 可能更严峻一点 但是对他们来说 第一场比赛是主场夺战 充分的把在公体的优势发挥出来 是他们晋级的很关键的因素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本周末 为大家转播的一些比赛 刚才已经提到了 广州恒大队 在客场同上海生花队的比赛 明天晚上 我们进行现场的直播 那么另外 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场比赛 这是大连阿尔滨队上海身心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 中超观察团给出的一个观察的结果 十六胜三评两副 认为主队大连阿尔滨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谁预测身心队将在客场获胜呢 分别是广东台的评论员刘宁 和上海 北京台的评论嘉宾商议 那么 其中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一下大连台的陈浩 认为大连阿尔滨还是能够获胜的 因为队内没有什么伤病 防守端的有人可用 汲取下一场比赛实力的教训 大连应该可以获胜 记名义 同样也是预测 大连阿尔滨队将会能够获胜 那么在后天 也就是星期天 我们为大家进行两场比赛的直播 那么一场比赛呢 是长春亚太对贵州茅台 长春亚太是主场作战 我们中场观察团给出的预测的结果呢 是主队一胜十二平八负 看来大家普遍还认为这场比赛 打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但是呢 认为主队获胜的人相对偏少了一点 只有江辉预测 主队亚太队会获胜 长春亚太队本赛季呢 正在进行人员的一个更替 所以球队的战绩不是很理想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获得过比赛的胜利 这次是他们开湖的时候吗 那么在星期天 我们还将为大家转播另外一场比赛 这是杭州大军绿城对上海上岗 上岗是这个赛季的升班马 表现还是不错的 杭州大军绿城呢 表现的比较有起伏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超观察团 给出的一个总的预测 是十二胜 七平两负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本轮联赛的 一个预测的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联赛的开始了 足球之夜 下期为您带来 亚冠1%决赛报道 太小 enjoyed my armor 周诺庆 Blue 不许多 太小艺 正代 我